洗衣机60天不洗,细菌比马桶还多。 教你一个小方法,一年不用清洗都很前进。 洗衣机是每家每户必用的家用电器,洗衣机给我们带来了极大的方便,但是很多人只知道用,却不知道洗衣机还需要清洗的。 前天给孩子穿衣服的时候,看看孩子后背有些许小红眼,孩子说痒痒,并且还一个劲的脑,带孩子去医院查看我才知道是皮肤过敏,但是在这个季节每天都要洗澡和换洗衣服的,家中也没有什么过敏源,实在想不到原因。 后来医生的一句话提醒了我,医生说,过敏源不一定是我们能看到的,很多致敏源都是看不到,摸不住的。 回到家我就开始排查,也莫有找到真正原因,后来去分家公司的一个活动,跟同事聊起这件事情,才知道真正罪魁破手是洗衣机,洗衣机三个月,都要进行一次,杀菌和清除污垢。 我家的洗衣机用了一年半了从来没有清洗过,怪不得会导致皮肤过敏呢。 今天跟大家分享两个我同事都在用的不用拆开洗衣机就可以清除内部污垢和细菌的简单方法,非常的实用。 1.白醋和小苏打清洗洗衣机,准备好一些白醋和苏打,苏打有除臭洁净的效果,白醋有杀菌的效果。 按正常的洗衣服的流程,先放一些水,再加入一些苏打转动5分钟再浸泡,半小时后再清洗一下。 在清洗完后同样的方法放入白醋转动,浸泡,清洗。 2.强势推荐,洗衣机专用清洗剂。 也可以使用专业的洗涤剂,将专业洗涤剂用温水融化后,倒入洗衣机,将洗衣机水位调至最高,运转5分钟。 关闭洗衣机电源浸泡3小时后,洗衣机内漂浮住一些絮状的脏东西,启动正常洗涤标准即可。 液体装,更加容易溶解、清洁,的时候很方便。 除菌,效果明显,洗衣机就像洗了个澡,用前净的,洗衣机,洗衣服放心多了。 特别是贴身衣物,也能放心洗涤。 要定期清理您的洗衣机哦。 感谢您的收看。 记得订阅分享哦。 谢谢。